陳時中動蒜 接下新鮮好彩頭 陳時中跟著鄉親高喊動蒜 週日市場掃街 全力拼路戰 難道因為數位中介法 空戰能不碰就先別碰 就怕說多了 被說成替法案背書 內政部也把燙手山芋丟回行政院 數位中介法草案 不只黨內有雜音 情侶側翼也挺不下去 向來立場挺綠的知名臉書粉絲頁 脫北者檳榔 幾乎任何言論管制 只會讓民眾更不信任政府 就算裁定了 也會因為立場誰都不服誰 社會不斷激化之後 沦為鎮除一己 更要政府想想 這會得罪誰的選票 因為外溢效應已經發生 我再一次重申 我堅決反對這部惡法 政界法的確是一個威權互替 我們民眾心裡面看得非常清楚 哪一個政黨才是對我們國家 真的有利的 擔心走回白色恐怖的老路 更害怕政府會為了政黨利益 而控制輿論走向 南營市長參選人異地同時發起圍剿 議員小雞更負荷 臉書大頭照都跟著自酸 本文已經被刪除 就算NCC聲明草案只是出版 相持續蒐集意見 凝聚共識期望理性討論 火苗顯然也無法撲滅 任何侵害言論自由 傷害基本人權的 都是不值得可取的 事隔四年 東廠質疑再起 綠營如果無法拆彈 對選情威脅恐怕遠勝過 真實炮火 近新聞 岳府和婚人 郭元廷 鍾成良參報道